主料,藕一个,胡萝卜半个,青椒一个,红尖椒一个,辅料,盐,醋,蚝油,黑木耳,葱,姜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藕切片,青椒切断,红辣椒切断,葱姜切丝,锅里烧热油,先放红辣椒敲锅,接着放入葱姜,放入藕片,翻炒片刻加入胡萝卜, 加黑木耳,加少许盐,淋入适量香醋,加青椒,锅里加少许水,加蚝油,翻炒片刻,汤汁收容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加水的时候沿着锅边淋入,哦不要炒得太老,生脆爽口才好吃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